剛剛前面提到這幾個重大的一個開發案 其實都會帶動周邊的一個房價的一個上漲的一個效應 那當然這個部分現階段的話 有很多買方一來是它本身就是在地族群 可能會有換屋就換新的一個需求 二來是可能看好這邊的一個未來發展跟這個建設 然後想要做長期製產的規劃 那這類型的客群都近期是有明確的 這個進駐或者是去在募集尋找 這邊的一個治長標的 目前最熱的一個話題就是台北雙子星 那台北雙子星剛好在11月11號 已經這個台北市政府跟台北雙星公司已經去做這個動土的典禮 那等於是已經開始動工了 那接下來其實它就是延伸 從這個機場捷運站體往上去延伸蓋兩棟摩天大樓 預計是55層跟74層樓的摩天大樓 對那這是目前已經動工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再來就是有一個台北郵局的一個這個公辦都更的一個更新案 那一樣也是在這個北門郵局的那個基地範疇去蓋 未來會蓋所謂的一個金融中心的一個重點大樓 那另外還有一個一萬億兔台鐵杜根案 那其實這三個都是算是 真的是蠻大型的一個政府 極的去推動的一個開發案體 那其實未來帶動的就是 這一帶的一個就業人口也好 或者是商業機能 或者是一個商業經濟價值 其實都會帶動這周邊的整體發展 那後山商圈這邊的雪區 其實大同區它是一個 蠻古色古香的一個行政區 所以其實這個 我們這邊有很多老的老學校 都是百年老校 例如說蓬萊國小 那立新國小 然後太平國小 這些其實都是百年老校 那其實這個蓬萊國小 也算是蠻知名的一個雙語學校 包含現在新的這個閻萊國小 也是現在的這個新的雙語學校 所以其實都可以這個擁有 這個區域機能 以及住宅環境跟這個品質 也能夠有不錯的學區 讓小朋友從小到大 都能夠有一個不錯的一個整體環境 如果說後山商圈 目前現階段的房價趨勢的話 當然如果說我們放這個中長期來看 因為這幾個重 剛剛前面提到這幾個 重大的一個開發案體 其實都會帶動周邊的一個 房價的一個上漲的一個效應 那當然這個部分 現階段的話 有很多買方 一來是它本身就是在地族群 可能會有換屋就換新的一個需求 二來是可能 看好這邊的一個 這個未來發展跟這個建設 然後想要做長期自產的規劃 那這類型的客群都 近期是有明確的這個進駐 或者是去在募集 尋找 這邊的一個自產標的 如果說以現階段 相對最熱門的應該當然還是在主流產品 三房加車位 比較偏向新城屋的一個產品 那當然如果說 我們本身的預算比較有限的情況之下 可能這邊的換屋族群 會尋找說類似可能中古屋的電梯滑下 電梯滑下的產品去做換屋的動作 那如果說你是比較偏向自產型的客屋 他們可能會比較偏向公寓類型 或者是透天類型的產品 去做長期的一些自產規劃 如果說 像我們剛上述提到的 比較偏向新城屋的部分 因為大同區目前的房價 還是算在台北市 比較偏視中新這些行政區域來說 還算是相對親民的 那目前的話 可能新城屋目前落點都在大概90 到這個100萬左右 對 那其實相對其他 可能大安中正 松山新義 中山區來說 都還是相對比較親民的一個價格 對 所以其實很多客戶 他們可能也是會從外區域 可能去做一些相對應的房價的比較 然後 產品的比較 發現其實這邊 它 或許 它的預算一樣 但是能夠買到相對更好的一個住宅的品質 所以會願意進來這邊大同區去做購買的動作 如果說目前後站商圈 現階段幾個比較知名的 預售暗場 或者是這個新城屋暗場的話 應該目前大同區比較大型的 就是可能比較高級住宅的一個暗場 就是 雅興華威 雅興華威它的地理位置也坐落在 可能我們剛提到台北雙子星 未來蓋好的基地的旁邊 那目前的這個 一樣是在預售中 那預售的價格目前 窒息的一個牌價大概落在130萬到140萬 那如果說以新城屋的話就是 長陰豐澤 長陰建設長陰豐澤 位在延民北路一段 那目前的話 近期的成交陰豐澤 大概落在90出頭彎左右 那這是幾棟可能比較知名的 然後目前這個 比較大家熟人鄉的一個建案 如果說您是屬於說 自助族群 或者是長期自產的客戶 其實會建議現階段 確實大同區 它在於一個 四隆也好 或者是型態的這個翻轉 還有這個西區滿屋計畫的一個重點 中心 那建議您真的可以考慮說 在這個時間點 可以做一些資產的規劃也好 或換屋的動作 其實對長期來說 您的資產的一個 可能資產的一個水準 都能夠有效的去做一些提升 訂閱好房網YouTube頻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